旧金山在11月的选举中将有15项提案要选民表决 K提案建议永久性关闭Great Highway的部分路段改为康乐用途 欧志州报道 旧金山市府在疫情期间关闭许多道路来增加人们可以在户外活动的空间 其中一段公路就是日落区沿着海岸的Great Highway 从Lincoln Avenue至Sloat Boulevard的路段 市府在2022年5月延续将这个路段在周五下午关闭到周末 但是不包括提供紧急服务的车辆和市府车辆等 这个计划将在2025年年底结束 K提案建议永久性关闭这条公路改作康乐用途 审计师办公室的报告指出要是永久性关闭这段公路 市府可以省下150万元的一次性开支 并且每年可以省下35至70万在维修和营运方面的开支 这笔钱主要是用在除走风吹来的沙 道路维修包括检查与维修一些例如红绿灯等设施 但要是把公路改为公园的话 却也会增加在清洁公园上的费用 以及在不同时间开放和关闭道路上的相关费用 支持K提案的人士表示 现在关闭道路的计划下 这个地方已经是全旧金山使用人数第三高的公园 而市民会要一个沿海的公园 反对K提案的人士日前在当地聚集 希望选民了解他们反对K提案的原因 反对人士也表示 这段公路是热络区居民使用的主要道路 关闭这段路只会把车辆和相关的噪音和阻塞 推到附近的小街道 反对人士也不同意在清除沙方面省钱的说法 他们称因为K提案不会禁止紧急车辆驶入 所以市府还是需要在清除封沙方面花钱 K提案需要超过半数选票通过 二手台记者欧智州的报道 ik Unit ch